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来到陈恩殿告诫小枫要牢记自己的身份 却被对方当成无理取闹而遭受指责 简单的醋意瞬间转换成怒火 李承鄞对裴赵的疑心也在暗中滋涨 为了阻止两个人再次接触 她不仅设计让皇帝罗家粮食给裴赵 和若曦陈锦如是赐婚 还在宴席结束后故意刺激裴赵 以此来把泄心中的部阻 往后我偏不会对她相敬如宾 我要与她情深一掌 相爱相亲李承鄞因成功打败情敌而洋洋得意 她毫无顾忌地坦言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然而 一切真的能给偿所愿吗 故事还在继续 所有的答案将会在之后的剧情中一一揭晓 固剑化身守护其事 为爱特出触动人心魏千祥 是顾剑罗家粮是皇帝与李承鄞天职霸道的爱相比 顾剑为千祥是对小峰的爱 则是全心付出不求回报 无论发生任何事 她都会设身处的为对方抗欲 剧终 顾剑不忍小峰受到委屈 欲待她离开冬冬 不料遭到对方拒绝 顾剑深知小峰再次爱上了李承鄞 却依然愿意守住在其身边 不仅如此 为了不让小峰伤心 顾剑在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下 又一次动用内钩去救身受重伤的哈布纳吉玛士 席玉郎中与波斯女巫的话 并没有动摇她帮助小峰的决心 于她而言 自己活着的目的除了为各家成员招学以外 便是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 让小峰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顾剑的指动里透露着对小峰的爱惜与愧疚 她心中那个深沉永远的爱情 更是令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王冠是陪赵武锦如是洛西公主那吉玛 事发度在今晚的剧情中 小峰意外落水后回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 零碎的画面让她隐约知道自己曾经爱过顾小五 却没有告诉她顾小五究竟是何人 记忆的拼图只剩下最后一块 面对即将恢复的小峰 顾剑是否会说出事情的真相 目前刘肥我私存同名小说改编的剧集登工 正于优酷全网独播 会员每周一 四更新四集 非会员每月二十点更新一集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